第十题,夜半深谈 当耶稣进圣殿的时候,有一位叫做尼哥底墓的法利赛人,当时也亲眼看见那种场面,他是一位得高望重的贵族,他受过高深的教育,他有崇高的地位,又是犹太人议会当中好受尊敬的一位, 他因为严格的遵守的法,又经常慷慨捐助圣殿的那种需要,故此他就好得到百姓的外戴,他虽然财富和名声都有,但是对自己的人生,心中仍然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, 他虽然小心遵守很多宗教的规条,但是他的内心仍然觉得虚空,原来上帝要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可以成为他的电, 他要人保留每一个部分,都成为他的居所,一切的财富,荣誉,地位和灵性的自满,都是不能够充满这个地方的, 除非人心里面有上帝的灵充满,人就一定会觉得虚空,觉得不满足和饥渴, 尼哥底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他一看见耶稣就觉得他有能够满足他心灵的那种需要, 他佩服耶稣那种勇气,将奸商和圣殿当中赶出去, 因为他自己也曾经为这种腐败的情况而痛心, 他更因为耶稣,爱护每一位求助的人而表示敬佩, 他也曾经以别人一样,被耶稣的教训所感动过, 尼哥底母自从听过耶稣的讲道之后, 他就决心要研究关于尼塞亚的预言, 他越研究,就越坚定的相信耶稣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一位, 他想和耶稣见面聊聊天, 但是又不敢公开去找他, 因为他身为犹太人的官长, 去承认自己同情, 这一位未成名的教师, 未免是大失体统的, 如果犹太公会的人知道了, 他去访问耶稣, 就一定会对他加以指责, 所以他为了避免这些不方便的起见, 就决定暗暗地去见耶稣, 他打听到耶稣, 正在橄榄山上退休的地方, 就在夜难人静的时候, 静静地走去见他, 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, 他心里面有一种奇怪的胆怯, 于是, 就很有礼貌地对耶稣说, 拉比, 我知道啊, 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, 做师傅的,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, 如果没有上帝同在, 是没有人能行的, 耶稣并不领寂他这种恭维, 但是他看出尼哥底母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, 他明白他的来意, 为了加强他心里面那种感悟, 就非常直接而有正宗和爱的, 对他说, 我实实就说他告诉你, 人如果不重生, 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家, 尼哥底母一听到耶稣这一句话, 他本来想和他讨论一番, 但是耶稣坦白地表明真理的那种基本的原则, 他对尼哥底母说, 你所需要的不是理论和知识, 乃是熟灵的更新, 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, 是要得到一种新心, 你必须从天上得到新的生命, 然后才可以赏天上的事情, 尼哥底母是一个, 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尼赛人, 本来以行善致好, 他的善行和对圣殿的那种慷慨的捐助, 都是人所共知的, 他自己也认为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喜悦, 现在忽然间听见耶稣指出他, 还不配进上帝的国, 就使他非常惹惊, 耶稣所用的重生这个比喻, 其实不是他所不能够领会的, 因为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, 时常将这个悔改, 就是相信犹太教的外邦人, 所要实行的事情, 这个就比作初生的婴孩, 属灵的重生就是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的一种礼节, 他生来乃是阿伯拉罕的后裔, 是最严格遵守一切律法的以色列人, 也是宗教的教师, 竟然也要经过这种外邦人加入犹太人的礼节, 豈不是一种侮辱吗? 他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以色列人, 就一定在上帝的国里面有份, 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改变, 这个时候, 他身为法利财人那种骄傲, 就和尋求真理那种诚意, 都在他的内心里面起了斗争, 在希奇为耶稣, 不尊重他身为以色列的观长那种地位, 所以他就用反感和含有讽刺的话, 回答耶稣, 耶稣说人已经老了, 又怎么可以重生呢? 怎么能够再进入母胎里面再生出来呢? 耶稣并没有用辩论来对付辩论, 他乃是用镇静严肃的态度, 用更肯定的口气, 将真理打入尼哥底母的心, 他说, 我实实在在说, 我实实在在说, 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, 就不能够进上帝的歌, 尼哥底母就知道耶稣所说的, 就是指着水的洗礼, 和上帝的灵, 使人的心意更新那件事情, 就使他想起施洗约翰的话, 证明这就是约翰所指出的救主, 耶稣接着又说, 从肉身, 生的就是肉身, 从灵生的就是灵, 人, 他的心生出来就是有恶的, 世人所有的发明, 不能够为这个鬼责犯罪的心灵, 找到救赎的办法, 人心的圣洁, 必须先在上帝的面前被洗净, 然后才发出一种清洁的思念迷, 人想要靠自己的功德来遵守律法,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, 一个人单有正规的宗教和敬團的爱貌, 这都是不可靠的, 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旧生活的修理, 乃是本性的变化, 必须将自我和罪恶的念头, 都置于死地, 跟着而来的乃是全身的生活, 这种变化, 唯有藉着圣灵的运行才可以成功的, 耶稣是说的, 人生来就是欲身, 这个欲身是不会接触到宋帝的国, 这个欲身可能是犹太人, 可能是来自入巴拉罕的那种欲身, 也可能是饱受教育的欲身, 也可能是奉行禁食, 祈祷, 以及一切宗教规条的欲身, 但是都因为是欲身, 就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家国, 普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节, 也曾经这样讲过, 他说血肉之体, 不能承受上帝的家国, 故此必须藉着悔改的洗礼, 和圣灵的更新, 有新的生命的人, 才可以悔得进入天国, 为了解明圣灵对改变人的功用, 耶稣就用风来做比喻, 他向尼哥底母解释话, 风随着意思吹, 你听见风的响声, 但是你不晓得他从哪里来, 往哪里去, 他说凡是从圣灵生的, 又是这样, 人不能够解释风的行动, 对于圣灵的行动也是一样, 人不能讲出他悔改的一定的时间和地点, 亦不能够追索到悔改的过程的一切的情况, 但是他不能够证明, 看就没有悔改, 因为基督, 藉着一种好像风一样, 看不见的能力, 时刻不停地在人心里面作弓, 这种能力是在漸漸潜移默化当中起了作用的, 或者是在默想耶稣, 或者是查考圣经, 或者是听从全道人的讲道, 直到圣灵来做更直接的呼唤, 心灵就决定接受耶稣, 这种经验看来似乎是突然间所发生, 其实那是圣灵长久以来潜移默化所有的结果, 风的本身是看不见的, 但是他所生的效果是可以看得出来的, 照样是圣灵在人心里面做工, 人一切的行为上的表现出来, 都可以看出圣灵工作的功能, 上帝的灵住在人的心里面, 就能够改变人心, 以及改变人整个的生活, 他的罪恶的思想就会叼开, 不良的行为会抛弃, 品格会起了变化, 坏的习惯会戒除, 做人的腹法也会改变, 于是, 肉眼所看不见的能力, 就会按照上帝的形象来, 索造出一个新的人, 人类有限的智力, 没有办法, 领会这个旧熟大功, 他的奥妙超过人的智能之上, 但是一个出生入死的人, 必定会体会到, 这些是神圣的事实, 旧熟的工作开始, 是我们在今生的个人的经验当中可以知道的, 但是旧熟的工作的结果, 一定会传到永远, 尼哥底姆仍然能够完全领会耶稣的话, 他所注意到的乃是重生的方法, 而不是重生的重要, 故此他很奇怪的问, 怎么能够有这件事呢? 耶稣就问他, 你既是以色列的先生, 你还不明白这件事吗? 耶稣解释, 他在世界上的使命, 是要建立一个属灵, 而不是属世的角度, 尼哥底姆的心又烦闷起来, 耶稣看出他的心情, 接着就说, 我对你们所说地上的事, 你们都不信, 如果说天上的事, 你又怎么可以信呢? 若不能够明白基督在地上的工作的性质, 我们就很难会明白他在天上的工作的, 那些被耶稣赶出圣殿的犹太人, 自称是阿伯拉罕的子孙, 但是一见了教主, 就走都走不及, 因为受不住他身上所发出来的那种上帝的荣告, 这就证明他们未曾受过上帝恩典那种的徒耶, 他们不配参加圣殿里面那种的敬拜, 因为他们徒有圣洁的外表, 而无圣洁的内心, 他们的白痴的需要就是正如基督对尼哥底姆所解释的, 要有一种心灵的更新, 那种的復兴和改变, 以色列人家对于重生这个道理本来是不必盲目的, 因为在旧约时代的先知已经有好几位提到过这种事情, 几方以色列人家曾经说过我们都好像不潔的人, 所有的义都好像污蔚的衣服, 诗人大卫曾经祈祷说上帝呀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,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, 上帝也曾经藉着以色列人家的先知应许过, 我也要赐给你一个新心, 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, 又要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石心, 赐给你们肉心, 尼哥底姆一定曾经读过这些经文的, 不过以前可能是在五里无中, 不知道他说什么, 但是到了现在才开始领会其中真正的意思, 依照人的看法, 他可以算是一个证人君子, 但是在基督的面前就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污蔚罪恶的人, 他被基督的话所吸引, 渴望自己心中也有这种改变, 但是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呢? 耶稣就向他回答这个仲未发生的问题, 说摩西在抗野怎样举蛇, 人子也必照弱被举起来, 叫一切顺其的都可以得到荣山。 尼哥底姆对于这一方面是熟悉的,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, 在抗野当中曾经有一次, 有很多人被火蛇所咬, 将要丧命的时候, 上帝就吩咐摩西做了一条铜蛇, 在会众之前高高地举起来, 向会众宣布说, 凡是被火蛇咬到的, 一望这条铜蛇就可以得生, 众人都知道, 这个铜蛇本身并没有医治的力量可以帮助他们, 铜蛇只不过是教主的一种预表, 举起来医治他们的, 既是伤害人的火蛇, 的那个象, 照样, 也必有一位成为最新的形状的人, 要来做他们的教主, 很多以色列人以为, 宪制的礼节本身, 就有使得他们从最终得到释放那种功能, 上帝要他们知道, 这些礼节, 只不过是同时一样, 本身只是一种预表, 目的是要引领他们, 转向教主, 人除了信靠上帝所示的教主之外, 不能够藉着任何其他方法来得到拯救, 在《荀凰传》4章12节说, 除他以外, 别无拯救, 因为在天下人间, 没有钱下别的名,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, 我们现在的人, 也需要学习, 藉着举起的铜蛇所教导的, 来那个底部的真理, 人不能够靠着信从上帝的律法, 就可以得到他的恩典, 必须仰望耶稣, 相信唯有他, 才可以使得我们得救, 我们恩信而领受上帝的恩典, 但是信心的本身不是救主, 他不能够赚得什么, 信心乃是握住基督的一只手, 用来领取教主的功劳, 作为拯救罪国家的那种良弱, 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灵的帮助, 就连自己要悔改, 也做不到, 因为悔改的心, 和赦罪的恩, 都是上帝所赐的, 基督教, 即是真宗教, 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, 就是一切假的宗教, 都强调以人的功德行为, 来博取他们所敬拜的神, 的欢心, 以及得到他的赐福, 基督教是叫人明白, 我们一切的好行为, 一切的功德, 在上帝的眼中, 都是一些价值都没有的, 上帝不会根据人的好行为, 来作为赏赐人的标准, 人不能以自己的功德来赚取救恩, 救恩是一种礼物来的, 是要白白的赐给一切相信, 和愿意接受的人,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蒙恩, 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, 但是完全靠他的恩典, 故事我们只要和基督保持密切的交通, 和他建立深厚的交情, 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这种恩典, 耶稣说摩西在抗日怎样举蛇, 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, 这个是预指耶稣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, 为人的罪恶流血舍身, 为了要救赎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权势, 因为他自己要牺牺在十字架上, 从十字架上发出来的光, 要显明上帝的慈爱, 他的爱吸引我们来走近他, 如果我们不抗拒这种吸引, 自然就会被引到十字架, 不过来的地方来, 悔改使我们可以和教主建立一种密切的交通, 使教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, 于是因为有这种信心, 上帝的灵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种新的生命, 我们的思想, 我们的愿望, 我们的行动, 就会迅从基督的旨意, 我们的心怀意念, 也都会接着那个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者的形象, 而重新索造出一个新的品格来, 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话, 要重新, 就揭示了救恩的计划, 以及他到世上的使命, 这番的会谈就好像杀种一样, 当时虽然没有立即结出果子来, 但是也没有落空, 因为他在尼哥底母的心中不住的增长, 尼哥底母虽然没有立即公开承认耶稣, 但是他从此时常留心耶稣的为人, 他的思想和他的教训, 在公会当中, 他屡次打烧祭司们, 要杀害耶稣那种念头, 到了末后, 当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, 他就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这番话, 摩西在抗野怎样举蛇,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, 叫一切信他的都德名识, 那一次秘密的会谈, 所发出的光, 是照射在十字架上, 也照射在尼哥底母的心灵里面, 使他承认耶稣, 的确就是人类真正的教主, 在耶稣升天之后, 当门徒, 因为遭遇迫得分散的时候, 尼哥底母, 就坦然无惧地挺身而出, 他用自己的财富, 来维持犹太人希望在耶稣死多之后, 就会消灭的那些幼小的教会, 在危难的时候, 他时常供给门徒传福音的需要, 他这种的表现, 也是时时鼓励门徒的心, 使到教会, 也可以得到益全, 尼哥底母将那晚, 和耶稣秘密会谈的内容, 说了给仕途约翰, 就由约翰记录录来, 留给后世千万人, 来思考, 他其中的真理, 就好像当日影响了尼哥底母的一生一样, 今天照样会影响我们世界上千万的人, 但我们对耶稣所说的这种重生的道理, 都有一个合适的反应, 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恩典, 过一种重生的生活, 我们才可以得到心灵真正的满足和快乐, 而且也唯有靠着上帝的灵重生的人, 才可以有份承受天国, 亲爱的朋友, 愿你都能够有这种重生的经验, 让我们一同祈祷, 亲爱的天父上帝, 感谢你, 藉着耶稣基督所发表的重生的道理, 使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, 无论财富,权势,地位, 或者任何的成就, 都不能使人得到心灵真正的满足, 我们感谢你, 因为我们知道, 无论我们的为人如何, 无论如何卑鄙, 污租那杂, 在圣灵的重生之下, 都可以有一个新心, 有一个新灵, 使我们可以完全改变, 索纵我们成为一个新人, 求你让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, 让我们可以从你那里, 获得一个新的生命, 奉靠教主的明教, 阿们